那麼在處理過程當中 有一枚鴨朗凍的破砲不明原因爆炸 所以造成了九元的官兵受傷 其中兩名的狀況比較嚴重 現在分別在基隆長根醫院 以及內湖的三種在做救治 那麼其他的大部分狀況都還算輕微 那目前軍方的監視消除有到現場區 如果過去引擎 想公營區彈藥庫我們是在過很多事情 那小朋友去彈藥庫的存放的彈藥庫 基本上它不是非常大陸的 它大概就是一半入圖的彈藥庫 那它的存放的位置其實比住宅區還算不距離 所以我相信它整個存放的位置的距離 應該是比方全都要更便宜 好 今天下午的這個發生的案件 是一個突發的狀況 那麼處理的這一批彈藥是前一陣子 由外島回運的腰兩洞破砲 那麼已經排定的時間就是在今天下午來做處置 那跟漢光演習是沒有直接相關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個沒有那麼詳細就不多說了 那請大家趕快幫我們提 好不好 好 OK 都可以齁 那我們要從頭到尾開始講 先講說這個人是師弟姆的狀況 是今天的下午三點多 那麼我們所屬的三支部北彈庫基隆分庫 在處理一批從外島回運的腰兩洞破砲 那麼在處理過程當中 有一枚腰兩洞的破砲不明原因爆炸 所以造成了九元的官兵受傷 其中兩名的狀況比較嚴重 現在分別在基隆長根醫院以及內湖的三種 在做救治 那麼其他的大部分狀況都還算輕微 其中由三種這邊後續都會由他們接手 來做後續的觀察跟治療 是內湖三種 對是內湖三種 想問一下說目前這些受傷的官民們 他們的傷勢如何 這個地方沒有掌握到嗎 我想有兩名的狀況比較嚴重的 現在目前醫院方面 已經在全力的救治當中 那麼我們國軍的軍醫 也會用他們的專業用盡全力來做救治 那至於其他七名的官兵 有兩名的狀況 沒什麼特別狀況已經出院了 其他部分大部分都是在受到震波的影響 那沒有 現在在醫院當中 有醫生這邊在對他們做仔細的一個治療 部分有通知到家屬嗎 那家屬有沒有就是有些回應 當然我們在第一時間發生 都有單位這邊分別向家屬那邊做聯繫 那麼後續我們也會全力跟家屬這邊 共同來了解整個情況 而且全力的來救治這些受傷的官兵 那發生爆炸的不明原因大概什麼時候可以 我想後續我們會請專業的人員來做這方面的一個鑑定 那這個部分我想有透過他們仔細的鑑定 會很快就會有一個結論 那麼另外我們目前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些單要處理的 這些比較具有高風險的這些作業都先做暫停 我們會做一個仔細的一個狀況的了解 跟這個這個案件的一個調控 我想後續會比較會有比較一個詳細的結果出來 OK 好 謝謝 謝謝主任 那目前這個案子是在軍方的六軍團想法處理的部分 那主要是要兩種過號在做彈藥機器檢查的過程當中 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目前軍方的監視消除也有到現場去 在做後續的疫情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受傷的這些我們的護膜 分別送到了我們的醫院 還有我們三種症狀醫院 以及內部的三種症狀醫院 在做後續的治療 那有機會的冠病傷失稍微嚴重 那目前按照軍方的說法 是沒有什麼危險 但是仍然在繼續的搶救 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 好 那我想 對於 那因為有些人有提到說 他自己離職的問題 那我想我這邊 就我的理解 也跟我們的肌肉商品說一下 響風移區彈藥部 我們是在過很多事情 那響風移區彈藥部的存放的彈藥部 基本上 它不是非常大部分的彈藥區 它大概就是一般入園的彈藥 那它的存放的位置 其實以住宅區還有段距離 尤其他站在後方有區域 所以我相信 它整個存放的位置的距離 應該是不完全 不要整理我們的肌肉市民 在這個部分 應該可以提升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當然現在就是轉送到三種的總院 那我們當然希望三種可以全力的救治 這兩位弟兄 一位從這邊 另外一位在長坑 我剛才有打電話給長坑的賴院長 請他盡全力來幫助這位弟兄 所以今天這個 英俊你們到底是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其實這跟演習是完全沒有關係 據我理解這跟演習沒有關係 是不是他們日常的這個 在整個運作的過程中 這個物極的炮彈還是怎麼樣 那這個就誤觸啊 所以這個部分還要靠軍方調查 我們現在還是先以受傷的國軍弟兄的救治為主 其他的我想軍方會跟他報告 一起去看了一下現場 然後其實現場還是非常的緊張 那我們一到現場以後 他們還把我們拉到了所謂他們的防暴牆後面 那消防人員都在那邊等待 那我們現在在把那個現場做整理 那那個時候看起來就是 就是聽他們的解釋就是 這跟演習無關 跟大家報告 就是有炮彈在整理的過程中 不是很引爆這樣子 那有傷者有一些蠻嚴重 送到三種跟長根 那我現在要往三種去探視 我想地方居民喔 長期就一直反應說 希望這個祥豐的彈藥庫喔 能夠來做一個牽引 那沒想到今天發生起 發生了這一起的一個漢市喔 其實為什麼這個 那個彈藥庫為什麼地方居民就要牽引 因為這邊緊鄰 我們的一個駐裁區 這些前方還有一個加油站 那這一起的事件的發生 希望軍方能夠徹底的 來重新檢討這個彈藥庫喔 他的所在的一個位置 是否恰當 那也希望說 謝市長今天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否能夠從地方的角度 然後一起來推動這個彈藥庫的一個牽引 來確保周邊居民的一個 整個生活上面的一個安全 像軍方好像很整齁公布 到底發生什麼用途 似乎他們現在好像不太願意讓人家緊接 因為我覺得現在感覺情勢還有一點緊張 到底後續會不會再有後面的引爆 我們剛剛到現場的時候 連他們都說不準 那我覺得現在第一點就是 趕快把傷者要醫治 先穩定這些傷者的情況 那浩安員也說得對 的確這樣子在一個住宅區 然後在我們中正區的社區裡面 然後有這樣子的彈藥庫 大家過去就有很多討論 那今天發生這樣的公安意外 我覺得這是我們也要好好去思考 未來我們如何將這個彈藥庫 要離開我們社區 我們現在已經看了一下現場 然後其實現場還是非常的緊張 那我們一到現場以後 他們還把我們拉到了所謂他們的防爆牆後面 那消防人員都在那邊等待 那我們現在在把那個現場做整理 那那個時候看起來就是 聽他們的解釋就是 這跟演習無關 跟大家報告就是有炮彈在整理的過程中 不是很引爆這樣子 那有傷者有一些蠻嚴重的 送到三種很長的 那我現在要往三種去探視 我想地方居民長期就一直反映說 希望這個強風的彈藥庫 能夠來做一個牽引 那沒想到今天發生了這一期的一個漢市 其實為什麼這個彈藥庫 為什麼地方居民就要牽引 因為這邊緊鄰我們的一個住台區 這些前方還有一個加油站 那這一期的事件的發生 我希望軍方能夠徹底的 來重新檢討這個彈藥庫 它的所在的一個位置是否恰當 那也希望說 謝市長今天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否能夠從地方的角度 然後一起來推動這個彈藥庫的一個牽引 來確保周邊居民的一個 這個生活上面的一個安全 市長 軍方很低調 你會希望他們要透明的調查 公布到底發生什麼原因 似乎他們現在好像不太願意讓人家 因為我覺得現在感覺情勢還有一點緊張 到底後續會不會帶有後面的引爆 我們剛剛到現場就連他們都說不準 那我覺得現在第一點就是趕快把傷者比較依致 先用力的這些傷者的情況 那浩漢委員也說得對 的確這樣子在一個住宅區 然後在我們公共區的社區裡面 然後有這樣子的彈藥庫 大家過去就有很多討論 那今天發生這樣的論案以外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好好去思考 未來我們多個家族的彈藥庫 要離開我們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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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